他们回来了 燃燃 你回来了 妈 你要问他们呢 他们说累了 回去休息了 你再累也得吃饭了 我煮了很多菜啊 要不我把他们追回来吧 不勉强的 妈 回来了 走吧 怎么样啊 怎么了 你说我姐她怎么这么倒霉啊 她一番一番的 跟着我过山车似的 她怎么能受得了呢 你们这好容易找这人吧 白跑一趟还让她给跑了 我跟你说 早知这样我那天就应该早点去 就凭我这身手 我 我绝对我 我撂倒了她我 我肯定能捉到她 不是 你这大老爷们儿 你平时白练你这块了 啊 你这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劲啊你到底是 你怎么能不能让她跑呢 怎么就抓不住她呢 行不行啊你 你行不行啊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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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怎么可能是那天没发挥好吧 对不起 结果就是这样 哎呀孩子 你说什么对不起啊 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现在至少证明了 您其实被陷害的 这跟咱们推测的是一样 是 咱们心里这疙瘩就算解开了 哎呀亲家 赶紧去做饭做饭 哎呀做饭给然然吃饭好了 对对对 孩子快累死了 然然你急啊回来就好 妈给你做饭去 好啊 哎呀 终于谁落实处了 真像大白 咱今天也太高兴了是不是 亲家母 哎呀 有酒吗弄点酒啊 放心啊我早备好了 苏燃 洗洗了吃饭 好吃饭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那边 我来我来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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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eaj 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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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强子 你来干什么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别来连累我们家 阿姨 我找柔柔 找我老婆干什么 吴老二 你怎么真不要脸啊 吴老二 你 强子 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多粗鲁 但是我变了 我现在的身份呢 是吴太太 我现在已经怀了 吴老二的孩子了 你说什么 你别动 吴老二 你太妙脸了 我给你投归一借 吴老二 要看你看我 要看你看我 吴老二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骗你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你愿意从我这儿得到希望 爱 陪伴 可是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呀 你知道为什么你每次深夜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都会接吗 因为我可怜你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吗 工作很不容易 你爱我 但是我不爱你 我现在呢 很爱我这个家庭 我爱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先生 而且我现在还有了她的孩子 我呢 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 同时我也祝福你 能够找到你的未来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的人 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十几年 你们有对我都落心是吗 没有 没有 强子 阿姨是从小看着你长大 念你在我们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今天就不报警了 阿姨求求你 放过我们一家行吗 强子你还是走吧 行 阿姨 柔老二 你赢了 好好照顾容容 你啊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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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啊 好 保重 走 至于她沙一直 跟我丈夫赵明奇之间 得情感情轮 很清楚 他们之间有一些东西 任务的怀疑 可以证明 这几乎都是 马上一致 主动运行的 找不着冰期的 而找冰期 就会对这些事情 就证明了 不过我们几乎的期待 并不是不能撑不着 我以后就会 是马上一致自己的 好 我以后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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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咱们去法院 穿什么衣服好啊 对了 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 做了一套 非常漂亮的西装 现在在老房子里头 也没有时间去拿 我觉得吧 穿什么都一样 你们文化人啊 就是穷讲究 不是 穿是一定要穿好的 要穿得有面子 对不对 说不定明天 我们去了还可能 可能会旁见那个女的呢 欧佑家伯 你这提醒得太对了啊 那女人不是要跟我们过不去吗 行 明天我们俩 穿得整整齐齐的 还要精神饱满的 让她看见气死她 是吧 你说对吗 是 你穿哪个呀 穿这个嘛 你觉得这好吗 不是 我觉得这个素雅 素雅一点是吧 对 请听理的 听理的 听理的 让我看看 这就是我自己的衣服 怎么样 可以 可以 我 我觉得 这还有脸色也很好 好吧 这样 这样 你穿这个也不错 我知道 我知道 秦家伯 你又怎么了 紧张啊 秦家伯 你这干吗呀 紧张什么呀 你又不是去打仗 不是 你们读书人啊 就是想得太多了 是 是 是 你看我还行吧 你看 有 又 又 又 你看 要精神饱满 是吧 这样 其实再擦点口红 擦口红啊 要擦一点口红 精神点 容光焕发 好好好 听理的 听理的 谁啊 谁啊 你怎么来了 进来吧 请坐 我 怎么了 我特别紧张 背后子根本就背不下来 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 你明天说什么都不要紧 因为我没有请律师啊 你明天只要准时出庭 你想想看 你以辩护人的身份 你以辩护人的身份 出席你丈夫 强奸罪的控诉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如果不是夫妻前有深厚的感情 坚定的信任 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把关也是人 他一定会有判断的 所以 你明天不管说什么 你只要能够出现 你只要能够出现 跟明天站在一块 话策就赢输了 你觉得呢 我只能害怕 面对你两个局面 对了 对了 那你来帮我 想想看我的帆圈 要涂什么颜色吧 来吧 来啊 不会 没关系的 来吧 很简单的 你过来 这这么多番船 你让我干什么 你帮我想想 这个船身要涂什么颜色 我 对啊 任何颜色都可以 我不会啊 别要想别的 专心地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 严重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 对啊 然后 你觉得要不要涂一点别的颜色呢 我换一支笔 换颜色 换颜色 还挺好玩的 还挺好玩的 你的作品 送给我了 对啊 祝你明天 一帆风顺 谢谢 晚上回去好好睡一觉 好 你看我那包没 你包在礼物机上 没人碰你的 你这小兔崽的跑哪儿去了 像个顾鬼野鬼似的 上回警察没有抓到你 把我审问了半天 说你要再回来就给他们打电话 要不然 我就是包庇罪 好巧 我是看你可怜 才收留你 可你现在这样 你不是坑我吗 我没干什么坏手机 今天有钱吗 给我点钱 我没钱 我哪有钱 你给我点路费不接 我这次我不回啊 老夫得累你 这是你说的 我早餐卖小鱼干 卖了这些钱 你给我看 你可别说这钱什么给你 你别说你回来过 哎呀 您好 请出示下证件 您好 请出示下证件 我给你一块儿请进吧 本案为不公开审理 主管人员请到休息区等候 那我进去了 你 请出示下证件 良好的 阿姨你先坐 坐下 给 去吧 我们瘦的 我们的 您好 请穿下证件 好了 请进 刘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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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阿姨咱们先坐 全体起立 警审判长 雷冰陪水员陆婷 全体请坐 请直听法警 带被告人上庭 现在核实被告人身份信息 被告人姓名 被告人姓名 我是赵明琪 出生年月日 民族 籍贯 一九七零年 十月三号 汉族 籍贯是民州市 职业 肃燃物流公司董事长 请问你何时 因何时被羁押 被告人请回答 因 涉嫌强奸罪 于二零一五年 三月十二日 被明州市公安局 宾江分局刑事拘留 于二零一五年 三月十九日 被明州市公安局 宾江分局刑事逮捕 现在开庭 请公署人 宣读七首书 注意发生纪律 请脱去到休息区 来 淼淼 别冲上去了 来 最后 好好好 阿姨 您先喝个股水 谢谢啊 先坐会儿吧 好的好的 阿姨 是 应该开始了 谢谢 谢谢 应该刚开始 谢谢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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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母 你怎么 你别紧张 这不刚开始了 哎呀 控制不住我自己 控制不住 你这公署人啊 那是把事想得太复杂了 别紧张啊 我给你柔绕 我给你柔绕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妈 你也坐会儿 好好的 来 别紧张啊 别紧张 别紧张 坐会儿吧 苗苗苗苗你也坐会儿吧 吃个 吃个 坐坐 哎 好 坐吧 坐吧 办案认为 被告上赵明奇 在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况下 强行预知 发生性关系 其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6条之规定 犯罪情节清楚 证据充分 确实 应以强奸罪 追究起刑事责任 被告人赵明奇到案之后 拒不认罪 无从心 减轻处罚之情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72条之规定 提起公诉 请依法判决 被告人赵明奇 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 于你收到的那一份 是法一致 一致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和罪名 有没有异议 我没有强奸他 到现在还不承认 请被害人和被告人 遵守法庭纪律 下面进行法庭制证 请公诉人首先举证 你听听 你听听什么声音吗刚才 我也听见了怎么回事啊 不是 我刚才听着蹦的一声 是不是就是判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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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开始没一会儿了 您别担心啊 没这么快啊 我说亲家母 您别着急 你这样子吧 把我们都弄得心脏不想发作了 那咱们就 就再等着吧 阿姨 您稍微有点耐心 这个一般庭审的时间都挺长的 而且呢 说不定不会当庭宣判 不会当庭宣判啊 那 那我们还得熬一段时间 好 是吧 好 是吧 阿姨您先坐下吧 阿姨您先坐会儿 干嘛干嘛 您也坐会儿啊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赵明奇 与被害人划沙 曾经婚外亲人关系 婚姻赵明奇 虽一再承诺离婚 但却迟迟未能兑现 被害人决定分手 事发当日 二人曾见面 一同去抹楼盘 处理共有房产更名事宜 双方约定 以此为条件 彻底结束亲人关系 然而事发当晚 被害人收到 被告人发来的短信 约请被害人 到天类大酒店 8573号房间 见最后一面 被害人念及 双方之前的关系 未产生戒备之心 前往被告人所说的地点 想说服被告人 好合好散 没想到见面之后 被告人仍对其 苦苦纠缠和挽留 遭到被害人的拒绝 被告人认为 被害人骗取了 自己的金钱和感情 他恼羞承诺 借着九亿 对被害人 强行实施性侵犯 次日清晨 被害人回到 借助朋友的家里面 在朋友的劝说之下 决定报警 被告人 你对被害人的陈述 有没有意见 那天晚上 我喝了很多的酒 离开餐厅以后 我就已经神志不清了 所以说 我是怎么去的酒店 包括怎么进的那个房间 包括之后发生了些什么 我完全没有印象 辩护人有何意见 我可以发言吗 可以 审判长 作为被告人赵明奇的妻子 也是她的辩护人 我想通过以下证据来证明 我的丈夫赵明奇不是强奸犯 她是被冤枉的 2014年3月到9月 我因为工作关系在北京出差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我的丈夫赵明奇 和被害人华莎之间 有了情人关系 九月八号 我从北京回来的当天晚上 被害人华莎给我的丈夫 赵明奇打了无数的电话 次日 是我跟赵明奇的结婚纪念日 被害人华莎 谎称自己被打劫 把赵明奇骗出去 并且一夜未归 这里是从2014年9月 到2015年3月 也就是强奸案发生前 赵明奇所有的电话记录单 在这些记录单里 尾号是4901的 被害人华莎的电话 主动拨打给赵明奇的 占他们通话总数的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说明什么 2014年9月16日 也就是我从北京回来的第九天 我在赵明奇的手机里 看到被害人华莎和我的丈夫 赵明奇之间的亲密合影 导致正在开车的我撞车 并且造成脑震荡 这里是我的住院报告 而这部手机 正是被害人华莎 送给我的丈夫赵明奇的 2015年2月25日 也就是案发前的半个月 被害人华莎 被害人华莎 到我孩子的学校 在被经过家长的许可的前提下 将我的儿子带走 致使我认为我的儿子被绑架 并且报了警 这是当日的报警记录 和学校的监控录像 还有很多的事情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请罚警呈上证据 通过这些证据可以看到 从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三月 被害人华莎为了得到 我的丈夫赵明奇 拆散我的家庭 不择手段 而且一步步升级 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 难以想象的垂涨 在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 他又伪造赵明奇的身份证 制造了所谓的共同房产 并以归还这些证据为由 和我同高之盆 把赵明奇骗到酒店 并误告他强奸 审判长 我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儿 是因为 是因为 张明奇不仅是我的解法丈夫 她也是我孩子的父亲 希望法庭能秉持公道 伸张正义 还给我和我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的陈叔万平 她在撒谎 她这是电脑黑白 被害人请你坐下 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请你立即离开法庭 对不起 辩护人苏然 也请你注意 你只能针对证据所涉及的事实提出意见 不能下结论 对不起 没关系 非常好 怎么又敲了一下 这啥意思啊 金唐木 是维持法庭秩序的 法锤 那个叫法锤 这一会儿敲一下 一会儿敲一下 这好人都要下出毛病来了 不是 请讲我 咱俩别来了 太遭罪了 你这手怎么那么凉啊 行了吗 是 是 要不要起来活动活动 对 还是活动活动吧 是啊 那你也别紧张 法医鉴定显示 是 被害人在报案之前 有过性行为 庭内参与体业 因第一鉴定 与被告人照明其一致 被害人的脸上 脖子 以及身体的多处 有余伤和防卫伤 进鉴定 是遭到了暴力约束所致 法医鉴定书 以作为书证提交法庭 请提供经理 请提供经理 被告人 你对法医的鉴定报告 有何意见 我还是那句话 当时呢 我是因为酒喝多了 所以呢 很多事情我是记不住的 不过过后我自己呢 认真地想了一下 我模模糊糊好像有一种印象 我觉得在我面前 出现的就是我的妻子苏然 如果真的是我妻子苏然的话 我怎么会对她施以暴力呢 这是不可能的 练护人有何意见 鉴定书只能证明 这些伤痕确实存在 但成因被说成是防卫伤 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因为这些伤痕 同样可以在其他时间 地点以及事件中造成 所以不能确定 这就是我当事人所知 沈班长 刚才辩护人说 受害人的身上 伤痕的成因 是一种推断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不过 除了法医鉴定 我们还调取了 受害人和被告人的通讯记录 证实在案发当晚 是被告人用短信的方式 约请了受害人 去他住的酒店的房间 酒店监控录像显示 被告人是在晚上22点35分 与一同饮酒的朋友高木木 一同走进酒店房间 之后高木木离开 被害人在当晚的23点25分 到达酒店 然后敲开了被告人的房门 此后 相连两个房间的住客 白姆和林姆姆都反映 他们入睡以后 是被隔壁房间里的激烈的 男女争吵声所惊醒 四日凌晨四点多 酒店大堂的值班服务员王母 看见被害人一山不整 哭着跑出了大门 六点四十分 被害人的朋友 拨打了报警电话 一个钟之后 莲花公安局的警察 赶到了事法酒店 当场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赵明奇 并进行了现场勘验 双方的通信记录 酒店的视频录像 还有相关的证人证词 以及公安局数据的原始笔录 和现场勘验报告 还有受害人的陈述 以及法医鉴定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可以充分地证明 被告人赵明奇 使用了暴力手段 对受害人实施了性侵犯 被告人有何意见 我承认 我是跟华莎发生过争吵 但是那是在我庆刑以后 当时我发现 她跟我在一个房间里边 我感觉到很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 她跟我说我跟她发生了关系 然后让我给她一个说法 我觉得 她跟我说我跟她发生了关系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自己感觉到很气愤 因为这个跟她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在争吵的过程当中 她哭着跑了 但是在这之前的事情 我确实记不清楚 有 辩护人有何意见 有 我注意到他们的通讯记录 赵明奇发短信给华莎的准确时间 是当晚的二十二点三十九分四十二秒 这一点公诉人没有意义吧 没有 好 那么公诉人有没有注意到 酒店的监控录像里 送赵明奇回酒店房间的高某 也就是证人高志鹏 走出房间的准确时间 是当晚的二十二点四十一分零六秒 这里面就有一个简短的时间差 也就是说 发短信的时候 证人高志鹏就在现场 可他的正眼里没有提到 是他忘记了这个细节呢 还是另有隐情 辩护人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被告人赵明奇 一直强调 他在这段时间里无意识 也就是说 这个短信究竟是不是他发的 还是一个问号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猜想 短信是由高志鹏 拿赵明奇的手机发的呢 这个细节不是本案的关键 不 这个细节恰恰非常关键 这个短信是华沙当天晚上 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原因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也显示了被告 有作案的主观故意 如果没有这个短信 接下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所以我一再提出申请 要求证人高志鹏出庭接受制证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 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排除疑点 你提交的申请本庭已经收到 但鉴于证人高志鹏一直失联 无法到庭作证 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也把他请来了 目前人就在休息室 请何以廷批准 传证人高志鹏到庭 传证人高志鹏到庭 我给你 现在核实证人的身份信息 我叫高志鹏 身份证号 431 310 1983 1008 1212 汉佐 东海市 齐志先 你的职业 我一直在广东电子厂打工 你不是在明州的法廊里做法医师吗 没有 我第一次来明州 公署人 证人的身份信息与侦查笔录中 是否一致 性命和身份证号是一致的 职业有出入 审判长 我可以向证人提问吗 相信我提问之后 您一定会明白 证人的职业 为什么和笔录中的不符 证人高志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八条规定 你要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 有意做伪证 或者隐匿罪证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一点你清楚吗 听清楚了 联护人 你可以提问了 高志鹏 谢谢你今天能出庭作证 我这有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希望你能如实地回答 你看一看被报旗上这位 你认识吗 不认识 公诉人边上这位女士 你认识吗 也不认识 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女士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我们见过 前几天她跟一个男的 去我们镇上找过我 但是她想要找的人不是我 那你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呢 就是前几天 他们找到我家 说是想要找高志鹏 见了我还非说我不是他们想要找的高志鹏 还问我说我们镇上有几个叫高志鹏的 我说我知道就我一个 他们究竟要找谁 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把照片给我一看 那哪是什么高志鹏啊 他叫刘昊强 是我家以前的邻居 他让我找得更高志鹏 我给他人冒养 我他人冒养 可许 那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